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这期节目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门窗传感器 也就是那种开盒传感器 你可以把它装在门上、窗上 甚至是你的抽屉里 这样的话呢,有人打开你的窗户啊、门啊、抽屉的时候 系统呢,就会发出报警 而且呢,在你的苹果手机上面 如果你使用HomeKit的话 一样是可以收到这个报警的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们面前的这个小板呢,是第一mini 第一mini上面呢,我接了设备比较多 今天呢,我就不把它拆开了 我主要是想给大家看的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呢,是一个干簧管传感器 开盒传感器 它呢,工作原理很简单 它有三个针角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三个针角 我们看上面 VCC VCC部分呢,就是正级 我们要把它接到第一mini的正级 然后呢,我们看 中间这个像一个小天线的一个图标 这是负级 一个正一个负 这两个呢,在3.3V和5V工作都可以 但是呢,推荐工作在5V 5V工作比较稳定 然后DO呢,这就是data out 我们的数据输出 如果这个干簧管呢,就是用我们磁铁控制的 如果这个闭合,它输出一个高电瓶或者低电瓶 这个芯片很简单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旋钮 这个旋钮是来调节它的灵敏度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哈 如果我们把这个芯片的供电供好了 其实那个数据不接,也会像是像现在是这样的 大家看,这是一个磁铁 然后呢,我们离它近一点 然后我们看,上面有个灯 这边这个灯呢,就会亮 证明呢,干簧管闭合 它灭的时候呢,证明干簧管 是非闭合的状态 那么我们再试一下哈 干簧管闭合,开 这样呢,我们比如说把这个磁铁吸到门上 然后把这个东西呢,也粘到你需要 需要监测的门或者窗或者是抽屉上面 然后你就可以实现一个 用这个ESPHOME 实现一个简单的 一个门磁传感器了 然后呢,我们同时可以看电脑这边 电脑这边呢 我们看上面有一个门的图标 我给它起名叫backdoor 当然你可以把它叫成别的名字 也是,然后我们开 和 开和 它都会很及时的反映出来 开和的状态 我们看电脑这边 开 开和 开和 都是很正常的 现在门关上了 磁铁拿开 门打开了 其实这个东西呢,也是一个几块钱的小芯片 然后连接方法呢 我就 不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 为什么我这个第一mini接了这么多线呢 是因为呢 我接的设备比较多 这个是我的光线传感器 这个是我的彩灯 这个是温湿度传感器 所以呢 我这个第一mini的芯片上面的负极是不够用的 正负极负极是不够用的 所以呢 我就底下加了一块面包板 这块面包板呢 负责把我的正负极 引到这边来 然后呢 分别用正负极给大家 给它复用 给这些芯片复用我的正负极 我把五幅的 跳接到这边 负极跳接到这边 然后呢 剩下的这些芯片 全都从面包板这边取电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一个 第一mini呢 上面插不了这么多设备 你就可以考虑 加一块像我这样的面包板 把你的第一mini呢 直接把针脚插到面包板的孔里边 然后再用这些 跳接的杜邦线 把它的正负极 复用一下 这样的话就可以变出很多传感器 好呢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电脑端 回到我们的电脑端看一下 我们如何实现 ESPHOME ESPHOME刷新这个 门窗传感器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电脑 回到电脑之后呢 大家看 我这个Home Assistant 是一个新装的 这个版本呢 是我新做的一个树莓派的镜像的版本 这个版本的好处是 它的操作系统是64位的 并且呢 所有的Home Assistant相关的东西 像左侧的这些工具 全部都是用Docker形式安装的 并且呢 还有一些应用商店啊 Configurator这些东西都是在的 如果你喜欢64位的系统呢 并且你有一个树莓派 你就可以考虑换 换一下我这个镜像 我会把这个镜像的下载链接呢 放到我视频下方 还有我的网站里面 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固件呢 有一个Docker的控制界面 我想大家对这个界面并不陌生 然后 大家看这里面有一些 Nordray的ESPHOME啊 还有一些MopiD这些音乐播放器 Motion L Configurator ZigB2MQTT 如果大家看过我原先 ZigB2MQTT的视频的朋友呢 你用我这个固件 我已经集成好了ZigB2MQTT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ZigB网关 直接插到你的树莓派上面 就可以用了 然后 我增加了 还有增加了IoBroker 还有MyCircle 剩下呢 跟原先基本一致 其实这回最主要的 增加了一个是 OpenWrt 很多人都说在Docker里 能不能跑OpenWrt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确实是可以的 然后斐讯N1上呢 和这个树莓派上面 都是可以跑的 我这个镜像呢 也就把这个OpenWrt 这个Docker的镜像 也就集成进来了 大家呢 有兴趣呢 可以玩一玩 它打开呢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要用这个OpenWrt 这个镜像的话 记住一定要用网线插口 不要用无线 只有用网线插口的情况下呢 这个OpenWrt才是工作的 好了 那就 废话不多说了啊 我们回到这个 回到Home Assistant 看一下我们如何 添加一个这样的门窗传感器 好 那么 我给大家 看一下我的博客里面 有一篇文章 文章的名字呢 是Home Assistant 利用ESPHome制作低成本的文词开关 那么这篇文章呢 还没有写完 我后面呢 会给它完善一下 主要的这个 主要的配置呢 就是这些 我们只需要把这些 复制下来 然后回到我们的Home Assistant 点击左侧的ESPHome 然后新建一个节点 我们给这个节点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叫测试 然后我们点击下一步 我现在有一个NodeMCU在我的树莓派上插着 我并没有用我刚才给大家看的第一mini 因为我那第一mini还是要用的 然后我们输入 输入我们的WiFi名称和密码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提交 这个时候我们要在右上角这个大红圈的位置选择串口 因为我们第一次刷写嘛 大家看 我这串口上有两个设备 底下呢 这个串口设备呢 是CC2531之前我们那个Zigbee2MQTT的那个的设备 上面的那个USB2.0的串口呢 就是我们的NodeMCU了 我们点击这个USB2.0的串口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这个红色的编辑 我们在最下面呢 添加好 我们在最下面把刚才的内容添加进来 我这个电脑好像显示有点问题 我先保存一下哈 然后我们再点进ID进来看 这会儿就正常了 大家看 其实就是这几句话 就这么简单 如果呢 你这个开关是反的 如果是反向的 比如说你的门 磁铁吸到我们的这个钢框管上 这个门显示是开 然后呢 磁铁离开钢框管呢 这个门显示是关 我们还要有一个参数 叫revert revert冒号处 这个选项呢 是来控制这个操作的反向操作 也就是说你让它分开的时候 变成正常的状态 然后还闭合的时候也变成正常的状态 反向操作呢 就可以纠正 纠正你这个芯片里边的这个高低电瓶的值 我呢 会在博客里边 详细的把这个revert的这个参数呢 给大家介绍一下 欢迎大家看我的博客来了解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编辑完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upload了 我们点击这个upload之后 我们的程序就开始编译这个固件 编译 然后上传刷写我的nodeMCU 好 那这个过程呢 在我以前很多视频里都有 我就不给大家在这里 继续的展示这个过程了 这个过程也相对的比较长 我也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那么呢 本期节目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